武黨籍立委候選人王醒之 在立委陳焦華陪同下 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 指出最近收到民眾陳情 國民黨籍立委候選人林佩祥 在暖暖區涉嫌不法佔用國有地 這個地極圖還有空拍圖 兩個疊圖的結果 很清楚地看到它佔用的面積 就是畫紅色斜線的部分 至於這個面積到底有多少 我們沒有直接進行過 這個丈量跟測量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明確地知道 但是我們在跟國產署聯繫的過程當中 國產署已經明確地讓我們知道 這確實是有佔用的行為 而且我必須要說 這件事情剛剛沒有講 它佔用的時間 其實上是從1998年就開始了 也就是林佩祥在1997年取得土地之後的隔年 佔用的問題其實就已經發生了 他從2014年 我再一次強調 至少從2014年開始 這一塊土地成為停車場以來 他們到底有得到了多少不法得利 這件事情我們覺得是必須要能夠清楚地說明 針對王醒之召開記者會指控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林佩祥 上午進行掃街拜票之後 也做出了回應 今天早上的記者會 佩祥在此作出回應 我的確是那塊土地三分之一的持有人 而從去年三月開始 佩祥就已經無償讓另外一位持有人 做出最新的塊土地做出規劃以及使用 佩祥已經賤請國有財產局去做出間界的動作 來厘清所謂的政府跟法律責任 而如果那塊土地有任何不法或有任何不當的產出 佩祥會要求使用者盡快做出改正 負起應有的責任之外 並做出一定程度的罰則跟賠償 選戰進入最後倒數 候選人們忙著拜票 立拼最後勝選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